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经文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 好做食物也悦人耳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吃了 她丈夫也吃了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主题叫做 按照上帝的心意而行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长得什么样子呢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长得 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就是它长得很好吃 很可爱 而且使人吃了能够有智慧 为什么分别善恶树长得很好看呢 为什么它没有像毒苹果一样 为什么它没有长得像毒苹果一样呢 圣经上面说它看起来很好吃 为什么上帝不把它创造的丑一点 让它看起来有毒的样子 为什么让它看起来很漂亮很好吃呢 因为上帝创造万物本来都是很美好的 分别善恶树本身是很美好的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对待它 这个东西就会很美好 分别善恶树本身是很美好的 重点是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使用它 这个东西就会成为很美好的东西 魔鬼常常要我们不按照上帝的旨意 来使用上帝所给我们美好的东西和事情 上帝创造这个东西原本很美好 但是魔鬼不要我们用上帝的旨意来使用这个美好的东西 当我们用上帝的心意来过生活 上帝美好的创造就会成为我们的祝福 就会成为我们的帮助 而当我们不用上帝的心意来使用上帝的创造的时候 这就会让我们落入到犯罪的里面 我再说一次 当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过生活 上帝的创造 上帝的美好的这个作为就会成为我们的祝福 而当我们不用上帝的心意来使用上帝的创造 这个可能就是罪了 就好像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上帝是一个美好的创造 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吃它 不要碰它 我们就可以经历到按照上帝旨意而行的那个祝福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相反过来 当我们不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用这个上帝的创造的时候 我们就会落入到罪的里面 比如说喜乐好了 喜乐是上帝的祝福 但是魔鬼会要我们不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追求喜乐 甚至于什么呢 甚至于我们把喜乐当成上帝去追求 我们只有在上帝那里才会有真正的喜乐 但是魔鬼却要我们离开上帝去寻找喜乐 我再说一次 我们只有在上帝那里呢 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喜乐 但是魔鬼却常常要我们离开上帝去找喜乐 魔鬼没有喜乐 只有上帝那里才有 人喜欢喜乐 魔鬼就利用人喜欢喜乐的这个点呢 要我们去追求没有上帝的喜乐 结果让我们感受到什么呢 让我们感到就是空虚 魔鬼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就上网吧 一直上网一直上网你就会很有喜乐 但是结果却很空虚 魔鬼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就打电动吧 一直打电动一直打电动你就会感到很开心 但是我们心里面就会感到很空虚 我们想要喜乐 魔鬼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就赶快去看电视剧 去看剧去追剧 你看完这个电视剧之后你就会很喜乐 但是到头来确实是让我们心里面很虚空 魔鬼会告诉我们 你要有钱 你要有想要 你要拥有你所想要的东西 你就会很喜乐 这个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世界观 世界上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要有钱 你要拥有所想要的东西 你就会有喜乐 但是当我们有钱 拥有想要我们的东西之后 发现人生还是很空虚 各位亲爱的兄姐妹 请问 想要拥有东西 对不对 我相信 我们的上帝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上帝 上帝乐意将各样的祝福给我们 而什么时候呢 我们把我们所想要的东西 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焦点 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重心 这样就不对了 什么时候 我们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 我们就会很有祝福的去使用 去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任何的东西跟事情 比如说 想要有安全感对不对呢 想要有安全感是对的 魔鬼没有安全感 只有在上帝那里才会有安全感 而魔鬼却要我们远离上帝去寻求人生的安全感 在人的心中呢 人有一个寻求安全感的需求 人有一个 人很希望能够找到安全感 但是魔鬼没有安全感 魔鬼没办法提供安全感 他就会诱惑我们离开上帝去寻找人生的安全感 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怎么样才会有安全感 这个世界告诉我们 你有钱你就会有安全感 所以很多人呢就花时间去赚钱 那个金钱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钱可以给我们安全感吗 有钱不会给我们安全感 当我们有上帝 当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倚靠的时候 那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的来源 所以不要被魔鬼欺骗 离开上帝去寻找你人生的喜乐 离开上帝去寻找你人生的安全感 我们需要常常的回到上帝的面前 什么是罪呢 就是当我们不用上帝的旨意去做事情的时候 这就成为我们的罪了 什么是祝福呢 当我们用上帝的心意去对待 去使用上帝所给我们的东西 上帝所给我们美好的创造 这就是上帝所给我们的祝福 比如说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追求爱对不对呢 人有一个被爱的需要 基督徒不是佛教徒 佛教徒是怎么样呢 佛教徒是要把所有的欲望都把它戒掉 人不可以有爱 不可以有欲 而我们是要有爱的 我们要在这个爱的当中呢 去学习跟人相处 在爱的当中去找到上帝 但是如果我们为了追求爱 而把上帝放在一旁的话 这个爱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 很多人为了追求爱情 什么都不要 人需要有爱 魔鬼没有爱 魔鬼就会引诱我们在没有上帝的地方去寻找爱 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 上帝就是爱 阿们 当我们跟随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会经历到很深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魔鬼没有爱 要人在没有上帝的地方去寻找爱 让人被爱所捆绑 而上帝有爱 上帝让我们在他的爱中可以得到释放 当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过生活的时候 来使用上帝所给我们的东西的时候 这就会成为罪 成为我们的捆绑 相反过来 当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来使用 上帝所给我们的东西来过生活的时候 我们就会得到自由跟释放 耶稣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耶稣来让我们看见 按照上帝旨意生活的美好祝福 很多人都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 但是基督教信仰比这个更多 基督教信仰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呢 让我们看见一个 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过人生的美好祝福 让我们这个人 让我们整个人生 都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过生活 并且去经历到 那个在上帝旨意当中的美好 各位亲爱的女同姐妹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好的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对待它 就是不要吃它是最好的 什么是罪呢 就是不按照上帝的旨意过生活 要自己决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而耶稣来 耶稣来让我们看见什么呢 耶稣来让我们看见一个生活 一个按照上帝旨意过生活的人生 是何等的美好 而上帝也邀请我们 学习用上帝的旨意来过每一天的人生 不要在没有上帝的地方找人生的满足 不要在没有上帝的地方寻求那个安全感 不要在没有上帝的地方寻求爱 我们需要有满足 我们需要有安全感 我们需要有爱 这都是上帝创造给我们的 赋予我们的 我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 在上帝的里面得着那份爱 得着那份安全感 得着那份满足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耶稣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魔鬼常常欺骗我们 远离上帝去寻找人生的爱 去寻找人生的满足 去寻找人生的喜乐 魔鬼常常要我们 不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过生活 主啊今天早上求你砍断这样子的捆绑 离开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要再一次的选择 按着你的旨意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来使用你所给我们的东西 当我们按照你的旨意去过生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领受一个按照你心意而活的 那样一个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展现了一个按照你旨意过生活的 那样一个美好的祝福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也让我们可以学习基督 学习按照你的心意 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来使用我们的东西 来使用我们的时间 让我们按照你的旨意 来过我们每一天的人生 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明 Amen 我们下周达小伙子 学习的 后格 我们下周达小伙子 们就麻烦了 在我们的生活中 当Weber 就是我们下周达小伙子 再次 作为那方面 我们下周达小伙子 就是我们下周达小伙子 又在剧地下周达小伙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